今天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来到我们市里面 这边附近一个镇上的一个农庄 因为过几天有神秘嘉宾要来我们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好在这边找一个刷的地方 带他们来玩一玩 关键是现在车开不进来 必须要走路 走路今天可能有七八百米 几分钟啊 小厨 看棒啊 老树上 别去看 别个养的狗就去嘛 这里每家每户都种了很多的橘子 但是他们家都为了狗 我们只能看看 哇大家看这个门头好威武哦 从这儿进去 里面的环境看起来很不错 这个季节到此还盛开的鲜花 感觉又来到了春天一样 这个地方是吃柴火鸡的 那天我们来可以一人一个帐 出一大笔瓶是吧 可以 一人发一只鸡是吧 这个想法不错 摇摇一眼 来给你做起药吧 切一 小炒子给我上来 摇起来 吃 炒子你看这个啥在这里 这是树吧 中国节 树长出来的 这个应该是高难度的动作吧 我关心的是旁边的杆子 看起来好吃吧 好轻的呀没抓好嫩的 哪儿正在烧着柴火的 长小厨去大厅去的 哇好香 中午要干点了 我们两个就算了哦 不幸亏我现在走了 我要不走你就走过 哦你还没走啦 我马上走就走 谢谢谢谢 你看过不去了 好可以走了 谢谢 好鲜哦 今天差点回不来了 我如果我们再晚来五分钟 我们就会被困在这山里面 山里面修路 叫封路了 回程了 今天那个天气太好了 此时我想高歌一曲 哈哈 今天天气好晴朗 褲褲好风光 旁边儿苍苍而鸣 爹爹到处飞 哈哈哈哈 下场的哈朋友们 好 唱的哈 现在我们又来的那个琵琶城哈 要给小要出卖一个新机箱 他那个坏的 哇好多 这个还可以 大小合适 一百五麻烟 哪一个嘛 哪一个 哪一个 黑的啊 哪个男色是 哪黑色吧 黑色嘛 我不会砍价 超小厨看中这款质量好一点的 他让阿姨便宜 我们看高手厨子 我们准备走了 阿姨叫我们回去拿了 我发现好奇怪 你如果不买了 哪边舍着叫你回来嘛 拿一个拿一个 我还是去把它拿了吧 拿着了 一百八十块钱 小小厨 可不可以吗 可以 非常得好 没做的上面 听到没有 那个箱子就是被你压坏的 嘿 那我也给小压厨收拾东西 不要去学校了哈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